和我一起浏览一下今天娱乐圈里的热点新闻 日前小S的老公徐亚军投资的胖达人面包店 在上海也是有分店的 一直都是与健康美味的天然酵母打着广告 吸引了无限的人气 可是呢最近却被爆出使用了人工相亲乳化剂 来冒充天然酵母 引起了不少民众的不满 那形象代言人小S呢也就成为了剑靶 事件爆发的第五天呢 小S鞠躬向大众道歉了 他表示第一时间收到消息的时候十分的震惊 那老公呢只是投资者 当初也是因为相信了胖达人标榜天然 自己才愿意站台的 他还表示说以后和老公投资会谨慎评估 不然呢就会失去大众对自己的信心了 其实明星代言是相当有风险的 像宋甘丹啊唐国强啊 都曾经因为代言遭遇到了信任危机 所以说代言许谨慎 很多的粉丝其实就是冲着你才去选择这个商品的